字幕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扇贵 今天摘数目字三字 把上面的字,如果想那个字是什么颜色 就把那个颜色向下方 首先边对边摘 如果觉得影片速度太慢的话 可以自己调调 我寫了在说明栏中 打开一张纸 纸边摺到中间 另外一边也是 纸边摺到中间 打开它 边对边摺 打开它 纸边摺到中间 打开它 将这个小角 摺到两条线的交叉线 再摺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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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摺得好的话 这边刚刚是对正调摺线的 将这个位置转到左上角 接着上高这个纸边摺到第一条摺痕 接下来 可以摺到 在那边摺到 接着由下角摘一个斜角 反转一张纸 将下面这条边摘到上面第一条摘痕 这边也是把边摘到第一条摘痕 现在摘痕会看到一个小的正方形 在这两点斜斜地摘一摘 打开它 将右边的一个纸边摘到第一条摘痕 接着这个步骤是比较难一点的 刚才那个正方形仔 收一收条边 接着拿着这两边摘它下去 合起来 这样合起来 按平之后就会变成这样的样子 下面这边反转它 将这一层摘上去 现在变成这样 反转它 反转它一边 将这三个形容上来 就会看到整个绿色的菱萍 接着推回它 两层一起推回去 接着它 上面这个位置 上面这个位置 按扁它 出现了一个三角形 那我会将这一道 包住下的绿色这一层 那它是很麻糊的 可以 用来弄到一层的 这一层的 第一条先把它叠回来 把这个角形 接上去 这一边也就是 把它叠回去 把这边也是 这个位置大家看到有些分别 可以现在就这样也可以 再修整一下变成这样也可以 如果再修整,就是把上面的三角抬出来 里面的三角抬出来 按下去,按扁它 把这个尖尖的三角收入 完成了三指 这些位置可以用白胶浆或双面胶纸黏一黏 完成了三指 完成了